下面我们学习怎样讲故事 讲案例 会做更得会说 你做了一个成功的项目 你要向领导表工 要用STAR结构讲故事 STAR结构是 Situation 背景 Target 目标 Task 任务 Actions 行动 Result 结果 Feelings 经验 教训 体会 讲故事 讲案例 要用STAR结构 背景 目标 行动 结果 经验 我们讲故事 会向四种人讲 老板 同事 客户 面试考官 先想对老板 我做了一个成功的项目 你是老板 我向你汇报 你最想听什么 一 结果 二 行动 三 经验 教训 教训 体会 你想听背景吗 不想听 你比我清楚背景 你想听目标吗 不想听 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 你最想听结果 行动和经验 这是成功的案例 如果你的项目做失败了 你向领导讲 先讲哪项 如果你没有功劳 你就先表苦劳嘛 你加了多少班 利用了多少人脉 干了多少活 流了多少汗 流了多少血 挨了多少骂 我昨天陪了客户 二十四个小时啊 从白天陪到晚上 从桌上陪到床上 我容易嘛 所以你没功劳 就要表苦劳 对下属 你做了一个成功的项目 要向同事分享 你最想听什么 你想听目标吗 想听背景吗 你最关心的是行动 你是怎么做的 还有经验 教训 体会 所以向同事讲 同事最想听 行动 经验 教训 你是怎么做的 用了哪些方法 有哪些技巧 有哪些陷阱要避开 有注意事项 关键节点 这是向同事分享 你在A公司 做了成功的项目 要向B公司 B客户分享 你是B客户 我向你讲 我们在A客户很成功 你最想听什么 你最想听结果 你想听经验吗 跟你有关吗 你想听行动吗 也跟你无关呢 你想听背景 客户最想听结果和背景 你在A公司取得的成功 在我B客户是否 能复制取决于背景 相同行业吗 相同规模吗 相同性质吗 相同企业文化吗 相同产品线吗 决定你的成功是否能复制 所以客户非常关心结果和背景 讲故事 第四个对象是面试考官 请你举一个例子 说明你善于激励下属 请你举一个你最成功的例子 你最失败的例子 你最骄傲的例子 你最有挫折感的例子 你是面试考官 我向你举例子 你最想听什么 你想听背景吗 不想 面试考官最不想听的背景 你想听行动 行为面试 现在越来越多叫行为面试 理念面试就是讲理念 请你讲一下 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应当具备哪些要素 假如你碰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同事 你会怎么处理 这些都是预想和假想 行为面试 就是让你举你过去的例子 用你过去的行为 预测你未来的行为 你在过去这种情况下 会这样做 这样说 你在未来面对同样的情况 你也会这样做 这样说 所以叫行为面试 行为面试 面试考官最想听的就是 你说了什么 你怎么做的 行动和经验 你是否有学习能力 是否悟性强 是否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 都在经验教训和体会 所以重复一遍 当你向老板汇报 讲故事 讲项目 他最想听 结果 行动 经验 当你向同事们分享 他们最想听 行动 经验 当你向客户宣讲 他最想听 结果 背景 当你向面试考官 举例子说 他最想听 行动 和经验 讲完成功 要讲问题 你怎样讲问题 你是我们团队的领袖 Team Leader 我们团队存在问题 你通常怎样讲问题 你是部门经理 我们部门有问题 你通常怎样讲 你会先讲 我们存在问题 第二讲 产生的原因 第三讲 解决方案 你真的这样讲问题吗 有没有其他的顺序 我们给你建议一个 完全相反的顺序 你不应该这样讲问题 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 你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原因 采取这些措施 你思考时 可以 讲时 你应当先说 解决方案 先说你必须做什么 怎么做 然后讲问题 解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看 我们看为什么要用这种顺序 讲问题 这是我们 思考问题的顺序 你存在这些问题 一 二 因为这些原因 一 二 采取这些措施 採取这些措施 一 二 我们的原则是 要话 先说 这三项中 你最期望听众记住的是 措施 取得此结果 为此 你必须采取此三项措施 措施一 因为问题一 原因一 这是演义推理 演义推理 这是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 解决问题用演义 讲问题要用归纳 演义推理是 你解决问题走了一个长长的痛苦的过程 你也要让听众走一遍长长的痛苦的过程 而且人的注意力只有十分钟 不利于他记住要点 当你写文章时 一级标题通常是存在的问题 二级标题才是措施 不利于读者找到你最想让他记住的措施 而归纳推理 一级标题是措施 二级是问题 政府的文章都是智囊团写的 政府的文章一级标题不会说 房价太高 通胀太快 腐败太多 政府的文章永远说的是 遏制房价 控制通胀 严惩腐败 关注民生 把一个消极的 负面的承认问题 改为了积极的 正向的 采取措施 所以 老板想批判你 都没地下嘴 这是政治智慧 将来你向老板讲话 不要说 没找到关键决策人 沟通很不及时 资料不全 你要这么说 我们今后 要找到关键决策人 要准备全部准确的资料 要及时沟通 你看 老板想批判你 都没法下嘴 而且 你是积极的 正向的 解决问题 心态好 下面我们学 开场 四要素 好的 开场等于成功的一半 万事开头难 商务场和开场 也给你一个结构 这门课给你很多干货 框架 模板 你将来直接模仿 开场 四要素 situation 背景 complication 冲突 question 疑问 是当听众听到你讲背景冲突后 它产生的疑问 answer 是你这篇文章或演讲将要回答 开场 四要素 背景 冲突 听众的疑问 你的答案 举例说明 背景是 我要买房 冲突是 没钱买不起房 听众的疑问是 怎么办 我的答案是 抢银行 再举 再举例 背景 冲突 带来 所有的译问是 背景的疑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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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oint Word Excel不适合面对两个人讲话 只适合一个人看 除非你这辈子不打算对两个人讲话 你就别用PPT 外企和国企特别典型的不同是 外企很少用Word 我去美国通用电器记忆交流 他们再三说 汪老师 我们很少用Word 只有制度合同用Word 都用PPT 他们思考的方式都是PPT 你喜欢看Word喜欢看PPT PPT多好看啊 图文并茂 色彩艳丽 简单直观 PPT是大趋势 如果你今天还不用PPT 你早晚会out PPT是领导领袖必要技能 首先看做PPT的流程 这是你做PPT的流程吗 做PPT第一步应当做什么 你做PPT第一步干什么 模板 框架 思路 素材 有其他想法吗 都不是 假如你打球 当你挥干那一刻 你应该想什么 动动 在哪里 还是怎么挥干 动动 在哪里吧 做PPT 如此 第一步不是素材 框架 而是谁是你的听众和你的目标 听众 目标 最重要 第一步 假如你是这些部门的人 你向这些人做演讲 你的目标是 你是销售 向客户演讲 你的目标是 推销 介绍 好处 利益 吸引 都不是 你是客户 我是销售 我在这上窜下窍 给你讲 我讲完了 期望你怎样 掏钱 掏钱是目标 推销 介绍 吸引 都是过程 不是目标 我讲完了 你就得掏钱 这是目标 你是研发部 做了技术方案 或立项报告 向领导演讲 你的目标是 让老板 批准 掏钱 这是目标 你是生产部 向同事们演讲 目标是 干活 你是市场部 做了营销方案 向老板演讲 你的目标是 批准 掏钱 你是培训师 向学员演讲 目标是 执行 扶准 做PPT 第一步是 明确 听众 用一句话 概括 目标 用一句话 概括 目标 目标 不是你做 而是你 听众 听你讲完 他 应该做 你讲 你讲是 过程 你讲完 他要做 是目标 超过50 你讲话的目的是 让别人执行 你的指令 你讲完 他就得执行 就得 服从 就得 干活 做PPT 正确流程是 一 明确 主题 对象 目标 然后是 思路 素材 排版 第一步 明确 目标 要用一句话 概括 目标 听众 听你讲完 他应该做什么 你想让听众 做什么 要从听众的立场 考虑 你的目标 要换位思考 角色扮演 第一步 明确目标 第二步 明确 听众 谁是你的听众 谁是决策人 他对材料熟悉吗 他对什么感兴趣 了解 听众 明确 对象 第三步 听众 应该听什么 他就会同意 你想让他做的事 他应该听哪些内容 他就能做 你想让他做的事呢 所以听众 应该听什么 他需要听什么 他就会同意 你想让他做的事 要给听众一个耐心听完的理由 第四 听众 用哪些方式听 效果最好呢 你用哪些媒介 为达到你的目标 用哪些媒介 传递内容 效果最好呢 多媒体 视频 数据 道具 图表 嘉宾 案例 故事 游戏 情景模拟 角色叛演 讨论 辩论 竞赛 所以 用哪些方式 能让听众最容易 接受你的内容 并同意 你想让他干的事 这是四步 做PPT 第一步 明确 主题 对象 目标 第二步 调查 听众 揣摩 听众 心理 迎合 听众 诉求 第三步 他应该 听哪些内容 不是你想说 是他应该 听哪些内容 他就会 同意 你想让他干的事 第四 用哪些媒介 方式 最好 举例 技术方案 你为什么要演讲呢 你的目标是 让老板批准 掏钱 你想说服谁呢 大老板 他应该听什么 他就能同意掏一百万呢 投资 收益 不投的损失 风控措施 投资的金额 方式 步骤 因为老板非常在意 现金流 一次投一百万 他不同意 你分三年投 他就同意 所以你要替老板 考虑 现金流 那用哪些方式 他最容易接受呢 用数据 图表 案例 讨论 再举例 经营分析报告 你为什么演讲呢 你的目标是 让领导满意 让同事认可 让领导多给钱 多支持 对象是谁呢 老板 同事 他应该听什么 他就能同意继续掏钱呢 成绩 亮点 你未来积极的态度 和你过去的创绩 经验 你未来的目标 措施 投入产出比要高 投资回报要高 回收资金快 用哪些方式最好呢 用数据 图表 案例 首先做PPT 标题就得抓眼球 此标题 设垃圾 烂标题 标题第一要绝试 要有 信息 把智慧笔卖到一千万套 目标永远是父亲 目标永远是父亲 主张在先 主标题 副标题 主标题 副标题 业绩千万 超我百分十 亮点在先 包子有肉 要放在褶上 绝对数 相对数 主标题 副标题 2013工作总结 加薪 施在必行 刻不容缓 主张在先 主标题 主标题 副标题 下面学PPT的逻辑 这是PPT的标题 正文 第一页 写目录 大纲 第二页 写前沿 背景 概况 概括 第三页 标题写 中心思想 正文写 支持中心思想的 所有一级结论 一 二 三 第四页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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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一级结论 一 正文写 支持一级结论 一的全部论据 1.1 1.2 1.3 第四页 然后展开 1.1 1.2 1.3 第八页 标题 重复 一级结论 二 正文写 支持一级结论 二的全部论据 2.1 2.2 2.3 第八页 然后展开 2.1 所有PPT中 哪几页 最重要 1 3 4 8 最重要 这是在PPT上 呈现金字塔结构 3 是 一级 一级标题 是一级 是金字塔的塔尖 4 8 是二级 二级 5 6 7 9 是三级 三级 这是金字塔结构 3 是一级 4 8 是二级 5 6 9 是 3级 假如你没时间写 数百万数据 一小时做完PPT 你做哪几页 134 8 你没时间讲 1000页PPT 领导说10分钟讲完 你讲 134 8 客户说一分钟讲完 你就讲 第三页 第三页是最最重要PPT 是全文的摘要总结概括 是金字塔的塔尖 第三页要写的事 为达到你演讲的目标 你最期望听众记住的三句话在第三页 为达到你的目标 你最期望听众记住的三句话在第三页 举例 让老板批准营销方案 你是老板 你听到我讲什么就能让你真的同意掏钱呢 一 收益高 二 性价比高 三 回收款 四 无风险 再举例 你向客户卖产品 你是客户 你听到我说什么 就能让你真的同意当场购买呢 一 功能好 二 质量高 三 性能棒 四 性价比高 五 不要钱 那是不可能的 服务不要钱 买产品要钱 买手机不要钱 花套餐要钱 所以第三页要讲的是 你最期望听众记住的三句话 就在第三页 中心思想这个位置 求你千万别写 中心思想 这四个傻字 你得写 业绩千万 一级结论一 求你千万别说 预算 这种烂标题 标题必须有信息 你要说预算 一百万 标题必须有 information 信息 请特别注意 总是搞混 我只讲一遍 请看第一页和第三页的区别是 第一页是讲结构 第三页是讲结论 第一页是讲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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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举例 数值报告 目录 目录 一 成绩 二 不足 三 措施 第三页 中心思想这一页就讲 成绩千万 一 成绩千万 二 不足是沟通差 三 措施是加强沟通 再举例 加薪的申请 第一页目录写 一 加薪必要性 二 加薪可行性 三 具体方案 第三页 就写 加薪 势在必行 一 加薪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如果不佳 天理难容 二 加薪可行 公司有钱 三 按级别 按业绩 第一页 只写目录 不要信息 只写结构 只告诉听众 我讲三个部分 我讲三个内容 我讲三个问题 第三页 才要信息 下面看图表 请注意听 人们讲PPT 较少讲PPT的逻辑 我告诉你PPT的逻辑 在PPT上用金字塔结构呈现 逻辑最清晰 重点最突出 金字塔结构 一级 二级 三级 逐层向下展开 你可以长可长说 短可短说 可以随即应变 收放自如 而用罗列的结构 你只能过过过过过过 只有金字塔结构 可以长可长说 短可短说 从上往下说 要正确选图表 人们给你讲图表 更多的讲色彩 图片美观 但却很少有人跟你讲 要正确选图表 选一个正确的图表 比你把选了一个错误的图表 去用美好的色彩更重要 你觉得PPT中文字图表的比例 各占多少合适 文字占三十 四十 可以 概率是文字偏少 图表偏多 你喜欢看文字 喜欢看图表 图表多好看啊 色彩艳丽 图文并茂 直观 形象 概率是文字偏少 图表偏多 要正确选图表 图表只有五种基本形式 只有五种基本形式 柄 调 柱 线 点 只有这五种基本形式 这五种形式 能帮助你达到所有目标 你先别想别的图 这五种图能保证你达到所有目标 先用好这五种图足够你使用 不要犯低级错误 假如你画了一万张图 你觉得柄图占百分之多少合适 概率 柄站十 条三十 柱三十 线 点 看看麦肯锡的简易 柄五 条二五 柱加线 五十 三点 十 合计九十 九十 其他的十是综合使用 即雷达 面积图 气泡图等 综合使用 综合使用是 柄加条 柱加线 线加点 综合使用 即雷达 气泡图等 占百分之 合计 就是雷达图 就是柱图 面积图 就是线图 气泡图 就是点图 用好这五种图 再用其他 你最奇怪的是 为什么饼这么少 我们看 为什么 请用表中的数据 画四种草图 自己画 四种草图 你为什么要画图呢 你的目的是 直观 形象 为了达到你 演讲的目标 你需要传递信息 为直观 形象的传递信息 你需要画图 图的目的是 传递信息 你画饼图 想传递 什么信息 你为什么画饼图呢 你想告诉听众 什么信息 信息就是图的标题 你为什么画饼图 你想说什么 请给图一 饼图起一个好标题 要有信息 对比图 分布图 权重图 百分笔图 此标题都是废话 有信息吗 请说信息 A公司南部最强 B公司 北部最强 此标题 有信息 你画饼图 更想强调 合计一百 还是 A 南墙 北弱 南墙 北弱吧 合计一百 有意义吗 你再强调 A南墙 北弱 你在做对比 这就是饼图 最大的缺点 最弱化 对比 先看条图 你为什么画图三呢 你的目的是 为什么画图四呢 目的是 图三 你是讲做对比 比的是 同一地区 两公司 对比 图四 也是对比 比的是 同一公司 不同区域 对比 请给图三 起个好标题 要有信息 信息 information 信息 南部地区 A业绩 是B的 六倍 北部地区 B是A的 三倍 好标题 图四 起标题 A公司 南部业绩 是北部的 三倍 B公司 北部业绩 是南部的 六倍 好标题 有信息 请给图五 起个好标题 东西 均衡 南北 差异 巨大 A 南强 B 北强 这是条形图 最大的优点 最放大 对比 再看 这是六倍 六倍 六倍 差距 你却看不出 它是六倍 差距 因为 扇面 扇面 没法比 大小 扇面 没法比 大小 还不如 筑图 看 这是六倍 差距 更不如 条形图 看着 差距 大 因为 人 躺着 看起来 比 站着 长 一高 一矮 两人 躺着 看起来 比 站着 差距 大 最放大 对比 放大 反差 的是 条 而非 主 市场份额 你的公司 占70 对手 B 占20 对手 C 占10 你对客户 讲 更想强调 合计一般 还是你比别人大 画什么图 条图 图的目的 就是直观 否则你干嘛 画图啊 你别画图 你画表啊 图的目的 就是直观 一看 我最大 别人小 假如你占的份额小 你只占30 你是想弱化反差的 你就画比 你就显得大 图的目的 就是直观 再举例 70%的人 没达标 30 达标了 画什么图 你更想强调 合计一百 还是没达的人多啊 画 条图 假如你想强调 某产品 北京卖了70 西藏卖了30 画什么图 你更想强调 合计一百 还是北京好于西藏 你是在做对比吧 画 条图 合计一百有意义吗 没意义 再举例 再举例 A产品 卖了70 B产品 卖了30 画什么图 如果你想强调 合计一百 就画 饼 你想强调 A好于B 就画 条 再举例 你的价格 比对手便宜 画什么图 条图 谁在上 对手在上 红红的 粗粗的 一大片 你的黑黑的 细细的 一小条 你的就显得 特便宜 图的目的 就是直观 画条图时 把你想放大的 放在上边 用红 黄 白 显大 把你想弱化 缩小的 放在下边 用黑 蓝 灰 显小 放在上面 加粗 放在下面 变细 就是要放大 反差 当你画 丙图时 要把你想强调的 放在 十二点 十二点 位置 因为人 喜欢顺时针看 十二点 显大 十一点 显小 选图形 要放大 信息 强化 对比 要有 刺激性 有杀伤力 要刺激 听众 把数据 变图表 第一步 不是选图 而是选 信息 选你想告诉 听众的 信息是 第二步 选信息间的 关系 第三步 才选图 从信息到 关系 从数据 到信息 从信息 到关系 从关系 到图表 信息间 有五种关系 就选五种图形 成分 百分比 权重 用饼 将项目 对比 用条 项目是 A B C 对比 用条 将项目 对比 有时间 要用住 没时间 都用条 有时间 要用住 因为人 看时间 不喜欢 从上 看到下 喜欢 从左 看到右 没时间 都用条 有时间 要用住 将趋势 用线 将相关性 用点 相关性 是 纵轴 与横 是否相关 经验 与年龄 正相关 收入 与年龄 不相关 正相关 是 斜线 不相关 是 三点 总结 讲权重 用饼 讲对比 用条 住 讲对比 必须用条 住 不要用 饼 线 都弱化 对比 将时间 用住 线 将趋势 用线 将相关性 用点 请特别注意 条图 要多化 条图 条的好处是 一 最放大 对比 放大 反差 好处二 是 横排 横排 你写摘要 是横排 特别写英文 横排 好看 从左 看到右 而 住 是斜排 从下 看到上 难受 从左 看到右 符合人 视觉 从下 看到上 还是斜排 很难受 要多用 条图 著名投行的报告 大量用 条图 因为它的优点 最放大 对比 并且从左 看到有 符合人 视觉 每四张图 就有一张 是 条图 每画 四张图 就有一张 是 条图 每画一百张图 最少五十张 是 条 和 住 因为超过五十 你画图的目的 不是讲权重 而是做 对比 每一百张图 条 住 最少 五十张 因为超过五十 你的目的 是做 对比 住 现 常 同时 使用 举例 你觉得应该画 什么图 营业额 连年 增 百分 十 画什么图 增 百分 十 是 趋势 还是 对比 是对比 现 图 是 弱化 对比 看不出 增了 百分 十 只有 著图 能看出 增 百分 十 所以要画 住图 表示增了 百分 十 再画一张 线图 表示 连年 增 住 线 常 同时 使用 再举例 工资 连年 翻 翻 画什么图 线图 错 翻 翻 是对比 线图 是弱化 对比 看不出 翻了一 翻 增了 百分 百 只有 住图 和 条图 才能看出 增了 百分 百 所以要画 住图 表示增了 百分 百 再画线 表示 连年 翻 翻 所以 住图 和线图 常同时 使用 你看到 这张图 你觉得 我想 说什么 说信息 你觉得 我想告诉你 什么观点 什么信息 说信息 西部 最多 北部 占比 最小 图的标题 要说要点 main point 要把主要信息 作为标题 不要把图的类别 作为标题 减少听众误解你意图的风险 确保听众把注意力放在你想强调的信息上 对比图 占比图 全是废话 我说这句话你得到什么信息了 是废话 标题要说信息 引导听众注意你的信息 你看到这张图 你觉得我想说什么 再增长 再波动 八月最高 订单数量再增长 订单数量上下波动 八月最多 三六月下降 选择你要强调的信息 作为标题 不要把图的类别 做标题 确保听众 注意你的信息 不要误解你 好标题的标准是 听众只看标题 不用看图 知道主要信息 营收一亿 增长三倍 项目将经过五个阶段 要把信息做标题 不要把图的类别做标题 趋势图 示意图 对比图 百分比图 全是废话 没有任何信息 要说信息 information main point 如果你的图 是解决问题 图的标题 应当是问题的答案 而非问题 好标题 五个项目 互相关联 投资回报率 排第四 标题要有信息 好标题 听众只看标题 不用看图 知道主要信息 那你担心这样是否太主观 标题说信息 不要说观点 是客观 而非主观 如果你说 加强东区投资 那是主观 东区好 西区差 都是客观事实 标题要说information 不要说opinion 是客观 说facts 事实 不要说suggestion 都是建议 都是客观 要说信息 不一定说 观点 都是客观 下面看PPT的界面 你看到这张PPT 什么感受 这是PPT吗 这是P-word 微软 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 它不是叫 word excel presentation 它叫的是 word excel powerpoint 你怎么理解 powerpoint 只有powerpoint 只有keyword 只有要点 关键词 才能放在 powerpoint上面 你删减的办法是 保留动词 名词 删除 形容词 副词 请看第一段 怎么删 第一段 都是背景 都要删除 改为条目 改为图表 改为图片 选图形 要放大信息 编号的级别 国家规定 国家规定 编号级别 中式 西式 横一 双阔弧 横一 阿拉伯一 双阔弧 阿拉伯一 圈一 中西合璧 七级标题 一级 二级 三 四 五 六 七 可以缺绳 不可颠倒 上边大 下边小 五 一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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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二 一 三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